这里是台湾西瓦超心灵感应所提供的免费课程,如果您对心灵科学及知识感兴趣,希望开启你的终极潜能ESP,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,加入我们学习并迈向二次进化的行列。 人生某些情况下,缺乏信心或无法靠自身力量解决问题,或下步了决定,不知道该和去何从,这个时候就该把自己交付出去,让高层智慧、上帝、引导我们,共同来执行创造的过程,高层智慧扮演策划者,自己则扮演执行者的角色。 ESP潜能开发先驱和西西瓦先生,于1999去世前留给世人一个礼物,他选择把多年隐藏的研究及领悟公诸于世,在当时他认为人类还没准备好,有别于他之前开发的课程,新系统增加了心灵影片技巧,这个利用两段影片在沉睡前传送给彼岸。 每当进入无意识的深度睡眠阶段,我们大脑呈现Delta脑波频率时,心智已脱离身体投射到较高次元,也是一般所称神游状态。 这段时间我们与指导灵会面,报告我们在这个星球所面临的问题,以及此生任务进行的状况。 在彼岸我们发送任务所需清单给导师,醒来之后,现实生活中寻找回应及接受协助。 不论是否为基督徒,许多人在睡前祷告及祈愿,这个与神对话,向宇宙下订单的行为模式早写在基因城市中,其源于远古文明的先人智慧,当时处于高度灵性的人类先祖,透过调整自我频率与高次元智慧心灵交流。 在各大文明的历史记录中,人与神曾同时在地球生活一段时期,为了在历史上做个区隔,使前文明的先人我们称之为天人,抑郁能与上天沟通的人,有些原生民族更认为先祖是从天上来的高层智慧后代。 人类退化的器官,松果体,在许多科学家眼里是个神秘的器官,其功能仍无法完全了解,许多古老的修炼法门的目标指向开启其特异功能。 有趣的是,这个人类最小器官负责大脑内分泌退黑激素的生产,这是一个调节睡眠机制的激素,它必须在没有光线下才能产生,因为松果体有感光的细胞。 这一位人类超心灵能力与松果体制造睡眠激素有关,睡眠激素越多就越容易进入Delta脑波层级,在这个层级人类心智与肉体分离,回归本源达到天人汉衣的境界。 积极正向的思考路径上,修炼不是为了避世,相反的,生活才是理想的修炼场。 何西西瓦从人生领悟出人类是被派来的,如果上帝万能之说成立,为何不自己解决所有的问题呢? 这个千年大灾问没有标准答案。 我的回答是,你相信上帝的世界是完美的吗? 如果是的话,那么上帝要把属灵的完美世界复制到物质世界,你认为该怎么做? 真实世界中,我们人类的任务是建立一个神性的物质世界,一个像天堂般美好的星球。 西瓦先生认为,解决周遭问题,改善生活环境,留给后代一个更美好的地球,这是我们真正被派来的原因。 如果这是你的人生目标,你所面临的问题与困难将会获得高层的协助。 一个古老的宗教概念,身体,灵魂与神三位一体,也可解释为小我,本我,高我,或中医理论的经,气,神,在这里我倾向采用心理学的高我为上帝的代名词。 西瓦先生认为宇宙的管理有其阶级层次,上帝按管理范围已有层级之分,宇宙有一个主要的上帝,其不同次元各有其领导,旗下每个银河各有管理者,每个银河的太阳系有各司其职的领导,太阳系每个行星都有其代表,在地球上的代表是上帝的分身,在座的各位。 换个说法,每个人身上都设有上帝在地球的大使馆,而高我就是大使馆中的大使,也是上帝的代表,这个代表又称为良知。 在没有这个任之前,小我掌握了大部分的人生,本我在夜深人静时偶尔被唤醒,高我的存在则完全被忽视,大部分人不知道身上有个上帝的代表,不需要透过其他传话管道就可以联络上他。 许多人想知道自的生命蓝图,希望得到关于此生目的之解答,生命蓝图当然不在我们手上,我们也不会知道整个计划,一旦我们都知道了,这次的任务就没有存在的必要。 在我们此生地球任务中,在彼岸休士顿的专业幕僚握有计划蓝图,我们只需按照指示来行动,高层智慧会随时间看各种数据,透过我们回传的画面来得知任务现况,好依据情况给我们下一步的指令。 我们与上帝指派的管理阶层,就如同太空人与太空总署的关系,所需要做的就是调频与对焦,拿起无线电与总部联系,有一大群高层幕僚正交集地等我们回报。 而回报的方式就是睡前传送脑中影片,讯息将转化为光波传送至宇宙,接着需要的只是耐心观察与等候。 许多学员希望脱离现况转换跑道,希望找到原本的人生蓝图,最好的方法是依据现况来寻找蛛丝马迹,静下心来拿纸笔写下浮出脑海的关键词。 你不必知道将来的工作细节,只需想象一个你喜爱的场景,在新的环境中满足地享受工作,或许是教室或工作室,你正在演讲或跟同事讨论进度,营造出你已拥有梦想工作的感觉,以找到人生努力方向的喜悦。 何希希瓦生前把医生的领悟,以及从高层智慧获得的灵感,开发出与另一边导师沟通的技巧,当问题无法解决或不知何去何从,把这些透过影片来交给导师。 。